大家好 歡迎收看營土之業 我是阿欣 今天阿欣帶大家看現樓項目 這個項目叫做天茅領航灣 位置非常漂亮 一出門就是我們的金灣中心華法商道 跟我們的鏡頭一起來了解一下這個項目 現時我就在這個項目的主大門進來的位置 一進來的話 你可以感受到我們小區是非常漂亮的 現在這個項目又在賣我們的高層 亦都在賣我們的板樓 它的項目的戶型相對比較多 目前大家看到的一入門口的這一座 14座都是我們在賣的單位 你可以看到它已經是交了樓 裝了窗簾 對 裝了窗簾就入住了 這棟14座的高層正在賣 然後我們6座的雷板樓都在賣 6、7、8座的這些白樓都在賣 然後包括前面的那幾座 我們的三座 三座的高層都是在賣的 在前面 我們這個項目的話 它開發商就是我們的天茅集團 天茅集團創立於2001年 它現在已經有23年的一個歷史了 是非常之有實力的一個開發商 我們這個項目的話 它佔地有7.5萬方 見面有11.8萬方 容積率是2.35 非常之舒適的一個密度 總戶數只有894座 化率是超過35% 地下停車位就有821個 用的話就是我們珠海的一級物業 華發物業去管理的 三分之一個月的物業管理費 現在這個項目全部都已經是現樓來的了 很多都已經是交了樓入住了 通過鏡頭可以看得出 其實陸陸續續的人都搬進來住了 這個小區的環境相對來說 是比較舒適比較漂亮的 我們這個項目 它最大的一個優勢是地理位置 我們這裡門口就是我們的 中心河室地公園 旁邊就是領航小學和領航幼兒院 學區房的一個配套 我們距離這個 對面就是這個 無林衛豐大酒店 公交站都是在門口的 50米隔著一條馬路 就是我們的金灣華發商道 公共文化中心隔著500米的距離 全珠海藏書量最豐富的 這個圖書館 金灣區圖書館 就大概是一個 都是500米的一個距離 距離600米就是 紅星尾海龍和 愛琴海購物中心 以及金灣市民藝術中心 和產業服務中心 距離900米就是 我們的嘉華城市廣場 一公里範圍就是 金灣寶龍廣場 還有華發商務中心和 金山公園 輪里中心就在我們1.2公里 航空新城小學和 航空新城的北校區 都是在我們的1.4公里範圍外 距離金灣的情侶路 就1.5公里 我們珠海市實驗中學 這個省一級的學校 就1.6公里 接著一個月動館 即是雙胎體育館 就1.7公里 旁邊的話 配套是非常非常齊全的 它的1公里範圍內 所有的生活配套都有了 可以滿足你的日常需求 還有現時我們這個項目 無論是這個前排 六七八棟的這些板樓 或者是我們的高層 它的景觀都是非常漂亮的 景觀面是無敵景的 三重景觀對望我們的橫琴澳門 和我們的大海 尤其樓下的話 就是我們的這個濕地公園 配套很多 在我們的高層看過去 看得很清晰 前面這些板樓 就更加跟它近距離接觸 旁邊這個公園的話 一到周末就人山人海 因為旁邊有一個免費的 這樣的大的停車場 很多人一開車停在那裡 周末就在露營 將車停在那裡 然後在這個濕地公園露營 所以你會看到平時周末很多人 旁邊那個武林維蜂酒店 更加是開業了 裡面又有我們的滑雪 各種各樣的配套 大泳池 所以就吸引了很多人 平時來這裡度假 我們這個項目的話 遠處跳望 望南向 還可以看到我們的高爾夫球場 這個項目 目前正在賣的單位的話 就相對比較多 如果是高層的情況下 兩萬六至兩萬八的均價 如果是頭牌何景單位 我們的價錢大概就是三萬元一平方 現在就跟我們的鏡頭看一看 目前正在賣的是什麼護形 如果是開業道的地方 我們會看到平時的電子 就要把我們的鏡頭看一看 都會有不同的地方 是一個席的地方 在那裡 如果是黑芬頭看一看 是黑芬頭看一看 就是黑芬頭看一看 是黑芬頭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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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電子 就是黑芬頭看一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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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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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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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的普通装修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房间大小的一个尺寸 看看另外的两间房 这间房间就是做了 他做了很多的组合柜 小朋友住这间房间 你感受一下 整个大小 稳定一点小间 这间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有一个飘窗台 可以放到米八大床 这边就是我们的衣柜空间 这个主人房的景都可以 嗯 景观都可以的 刚刚就看了我们经过了这个家装设计之后 整个效果 现在就看一看商控户型 我们的一个实际的交楼标准 目前大家看到的话 同样都是16楼的一个交标 你现在可以感受一下 一入门就有鞋柜 厨房的话 目前看到的所有 都是你收楼会有的东西 这一座16楼的景观就相对会更加漂亮 无遮挡 对啊 你看出去的话 没有任何的东西 能挡到你的一个景观 你看出去是不是看得很清晰 南向就看着中心河湿地公园 远处看着就是我们的高尔夫球场 以及那边可以看到横琴 我们的澳门和大海 海景 这个效果就更加漂亮了 再来看看我们的卫生间的交楼标准 这个我们的镜柜 这些都是交标 现在是无灯光的情况下拍摄的 你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彩光 那我连卫生间的话 它也是有光线透进来的 也不算非常昏暗 那再看看房间 有空调 这个就要做榻榻米 是的 这个是小房 这间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这个位置可以放一个衣柜 这个就是家乐标准 板楼109平方 四房两位一起进来参观一下 入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鞋柜位 也可以做一个入户员关 这边就是我们的客房 这边的这个户型 四开间潮栏 看着很漂亮的中心河室地公园 现在这个户型 它是一个南北对流的户型 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对流的空间 这边的景观面非常之靓仔 6米2的大露台 哇 这个湿地公园景 是不是很棒呢 非常之贴近大自然 心情也舒畅一点 再来看看隐藏小惊喜 我们这个空间属于半阵送的空间 入面就是我们的书房 如果你是居家办公人士的话 在这边工作累了一眼看出来 这么漂亮的大自然景观 你也开心一点 如果还想要房间大一点 就是多人住的情况下 这里就可以改动了 你托到这里 你房间多了 哦 翻一翻的面 真的翻一翻 好像他这样 不喜欢室外露营的室内 都可以露营 放两张露营灯坐坐 这里做烧烤差不多 哇 正啊 你真的会想 来感受一下我们的饭厅空间 够不够阔落 厨房 哇 这个冰箱位就够大了 是的 非常舒适 我们的家楼标准质量都很高的 你看看上面 再来看看我们的房间 四个夜灯这些也是高标 这个位置的话就是我们的公共卫生间 我们的排气线是这个位置 那这些镜柜也有的 我洗手盆又小了些 是的 我也觉得 大一点也会好一些 不够用 来 看看刚刚这间书房的位置 那么我们整个空间呢 除了這間房間看不到我們這麼漂亮的濕地公園景之外 其他房間都可以看到 這裏就做一個塔塔米 就是一間小的房間 其實這個環境是美麗 但房間真的偏小 是的 太小 主人房有布入式的衣帽間 主人房都是南北對流的設計格 如果我在這個位置 玩手機可以玩一天 累了就看景色 多舒服 這個就是板樓 單價大概是三萬元以上 不知道你覺得在這個位置 三萬元一平方買這樣的景觀 你又會不會願意呢 我們今期介紹這個天貿 就介紹到這裏 如果大家對這個項目感興趣的話 歡迎隨時私信阿欣 下期見 拜拜